一句香蕉你个芭蕾 今年台词 让最佳损友牛头帆走红 由香港幽默组师 自称的冯翠凡 定居台湾36年 喜剧让冯翠凡打出知名度 但却也是他最讨厌的 讲话我听是烙句 我演了一辈子 搞了一辈子 我也不想继续在 所以后来我一起没接 没有片 在香港演艺圈打滚这么久 冯翠凡从没有把自己当成香港人 因为在他的心里 始终认定自己的家就是中华民国 于是他开始为了回国做准备 更早在台湾解研的前一年 也就是1986年 如愿以偿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我已经告诉我妈 我说我在西日买的房 我们在 我有机会我们就一起搬过去 后来她在 我要搬过来的时候 她身体已经不行 还没来得及搬来台湾 妈妈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冯翠凡在处理完妈妈的桑尼之后 她只身一人来到台湾定居 还开了一家制作公司 我有一段时候帮人家拍卡拉OK 人家唱歌那种 有字幕 对对对那种 但就去拍那个赔了我很多次 就是货源不够 那个年代大概赔了差不多 有一千万台币 所以我就房子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台湾大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